緊接著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面 我來告訴你怎麼完成它 因為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我現在該有的都有了 但是實際上怎麼樣 它的這個眼神不夠金亮 嘴唇呢不夠的 不夠的漂亮 應該說正常來講你的嘴唇 這個要這麼的亮才對 所以它這個整整體來講 不夠金亮的情況我要來處理一下 首先怎麼做呢 你開一個新的塗層 然後呢叫出填滿工具 你說啥你要按什麼 叫出新的塗層是這樣嗎 叫出新的塗層 然後呢填滿工具 有的時候你要幹什麼 我要這麼做 你叫出一個新的塗層之後 填滿工具呢填什麼呢 填百分之五十的灰 然後等一下我要直接去掉灰色 留下黑白那個亮度就會加在上面 我們之前有說過嘛 去掉灰色留下黑白會加強對比度 這個混合模式我們說過 所以加上百分之五十的灰之後 上去 你說哎呀整片灰 是的 所以呢去掉灰色留下黑白 然後接下來請你這麼做 好請看看 怎麼做呢 來我們之前呢有說過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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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加量工具 針對可能亮度或中間掉都可以 然後曝光度調低一點 然後呢我們呢把他的這個筆刷弄得稍微大 但是要記得用毛毛邊的筆刷 也就是硬度是零的筆刷 然後呢抹 你要看嗎 輕輕抹就好 你不要抹一堆喔 輕輕的抹 讓他有金亮的感覺就可以了 輕輕的抹就可以了 抹亮就成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稍微抹一個亮度上去 他就有差 一點點的眼白 欸加多了不好意思 一點點的眼白 好 一點點而已你不能多嘴唇 我都只加一點點而已有沒有看到 我都只加一點點而已 其實眼白有點加得過了 但是呢這個地方我就只加那麼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會有 有沒有看到 他就有這個所謂的嘴唇比較金亮的地方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他會比較明顯 你說哈什麼東西 這個嘴唇呢 你有沒有發現我嘴唇塗錯地方 嘴唇應該塗這裡 OK吧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他的比較金亮的地方就會有 然後你說欸這個接下來呢 接下來請你這麼做 接下來請你這麼做 我們要先做這個總體調色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人他比較暗沉 他的膚色比較暗沉 所以我們呢總算可以用 我們上一次學過調整功能 我們這一次就用調整式塗層 我們這一次就用調整式塗層 一次性的套用全部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用調整式塗層選擇 和選取顏色 這個調整式塗層我們呢先前有說過 他不會破壞掉原來的畫面 他又可以套用足夠多的這個 比如說我要套用一個塗層 還是往下的塗層全部套用 所以他比這個調整功能來的有彈性 所以呢新增調整式塗層的選取顏色 按確定就好不要管他 然後呢他就會掛上去 然後你說你要幹嘛 先針對紅色呢 比如說加一點紅啊 他的這個臉色會比較圓潤 比較紅潤不是圓潤 這個加一點紅啊 來一點黃啊有沒有 加一點紅來一點黃啊 然後降一點青啊 讓他的這個所謂的 顏色呢不要那麼的暗沉 然後針對黃色啊 加一點青啊 來一點紅啊 加一點黃啊有沒有 有一點兒 所以我們讓他的這個顏色 比較像個人 比較像個人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呢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我們有加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看他的人本身比較白的 比較缺血色的 這個皮膚呢 就會有血色上去 就比較紅潤 好了所以呢 接下來呢我們可以加上一個 我個人最愛用的功能叫曲線 好 曲線也是套用給全部的塗層 然後對他呢略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我針對中灰度先拉一拉 有沒有看到他就變亮了 但是又不能把亮布太亮 降一點 那又不能降很多 所以要適當 然後再加一點暗布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已經有一個基本的樣子 好 已經有一個基本的樣子的木油 所以呢 這跟我們剛剛呢 這個基本的樣子已經基本油了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還不錯 但是 不夠 有什麼東西不夠啊 不夠銳利 不夠銳利 我們這個人很銳利 這個人很銳利 所以呢 不夠銳利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你說幹什麼 把這全部的塗層 都選起來 Ctrl G一個 然後Ctrl G一個 然後把底下這些原來的這些都關掉 如果你要 為什麼要關掉 為什麼要關掉 因為呢 我只要做這個就好 我原始的要留著 我原始的要留著 然後呢 合併可見塗層 你說合併可見塗層在哪裡 在旁邊這裡有個小按鈕 合併可見塗層 他就把群組這裡面合併起來 但是原始的這幾個我都沒動到 我就有這個原始的 這個被我調過的 然後呢 我來到濾鏡選擇銳利化 智慧型銳利化 好用 所以呢 我選擇了智慧型銳利化之後 按一下滑鼠的左鍵 然後呢 請各位看一下 你不要弄得很銳利喔 你看 這個我們原本好不容易弄的 你現在用了一瑞利化 那邊蘋果日報 這不行 所以呢 一點點就好了 大概 這個原本是百分之百 就是一倍 然後呢 我們選擇這樣 不要太強 雖然我們要留下足夠的紋路 但是你也不要太強 這樣差不多 這樣差不多 你看 這樣差不多 還行 然後這個地方呢 這個睫毛的金量啊 這個東西都還有 所以呢 這個你也不要弄得太強 總量也不要太高 我們的目的是留下足夠的這個 這個 紋路 就是 讓它看起來比較 有這個 怎麼講 就是那個紋路要有 有細節這樣 但是你也不要弄太多 弄得太多會很過分 了解吧 所以呢 這邊呢 該有的就都有了 該有的也都有了 一個像素表 不夠 1.2 好 還不錯啦 好 按一下確定 這樣呢 我們基本上這一張就做完 這張基本上就做完了 已經有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總體呢 就已經有這個 一個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 這整個樣態呢 跟你剛剛做的那個感覺呢 會有一點差別 會有一點差別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這種感覺 跟我們現在這個 做出來的這個樣子 不過我這張 調的比較多 紅色啦 我這張的紅色 還調的沒有那麼多 就是我的那個曲線 拉的有點過 然後這張 沒有那麼誇張 所以呢 各位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張 這張基本上就做完了 就靠這個方式 你把你的圖形 修整的很漂亮 用你的這個頻率分離 的這個計法 但是該有的紋路呢 還是有保留 該有的紋路呢 你還是有保留 並沒有因為 你去把它弄平 沒有 並沒有這樣 所以呢 這個是這個所謂的 現代的一種 一種表現的方式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張 如果你要送去印的話 如果你要圓圖拿去印啊 你就可以把你的解析度填回去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DPI填回去 但是注意不能動到寬高度 如果你要圓圖的話 但是如果你要放大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這個情況呢 是這個樣子 我們給各位呢 說明到這個地方 好